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先来讲一下什么是除全息 除指的是分配的意思 全指的是股票鼓励 息指的是现金鼓励 所以除全息就是指公司分配股票鼓励与现金鼓励给股东 也就是所谓的配股与配息 不知道配股与配息的可以参考以前的影片 通常一家公司决定要分配多少股票鼓励与现金鼓励之后 都会另外再公告除全息交易日 这边以公开资讯观测站的资料台积电为例 可以看到除全息交易日为109年12月17日 除全息交易日代表着这一天公司会进行配股配息的动作 除全息交易日当日台股一开盘就完成除全息了 所以要领到配股配息就要参加除全息 就要在除全息交易日前一天买进持有该公司的股票 才有资格领到配股配息 接下来就是最后过户日 日期为109年12月18日 刚刚我们提到当你要参加除全息 就是要在前一天买进持有股票 也就是会在12月16日这一天买进 而台股交割日都是T加2日 因此当你在12月16日买进之后 就会在12月18日这天完成交割 也就是最后过户日 最后过户日的用意 就是要确定有哪些人有参加除全息 要制作股东名册 再来是停止过户期时日与停止过户截止日 从12月19日到12月23日 这期间都是停止过户的日子 刚刚提到最后过户日是12月18日 最后过户日结束 之后就是要制作股东名册 因此在制作股东名册期间 要确保股东名单不会异动 所以才会限定一段期间是停止过户 以利公司股东名册的制作 另外这边提醒一下 停止过户期间 你还是可以正常买卖股票 交割款项一样都是T加2日进行交割 再来就是除全息基准日 这里是12月23日 也就是停止过户日的最后一天 也是完成股东名册的日子 因此就会以除全息基准日 这一天的股东名册 来发放股票鼓励 与现金鼓励 最后重点提醒 当公司公告了除全息交易日 你想要领配股与配息 记得就是要在除全息交易日 前一天收盘前买进持有该公司的股票 你就能参加除全息 就可以领配股配息了 当参加除全息之后 什么时候可以领到配股配息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公开资讯观测站 找到答案 搜寻股票名称或者股票代号 就可以看到相当多的资讯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现金鼓励发放日 这里的例子是110年1月14日 代表这一天现金鼓励 会汇到你的账户里头 股票鼓励也是一样会有股票鼓励发放日 但不一定会跟现金鼓励同一天 以上的资讯分享给各位朋友啰 本频道没有建议任何买卖操作 单纯分享资讯 以上分享皆为个人心得 本能无邀约推介之行为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与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有想要了解的问题 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 咱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